大家好,我是Kin 今天有一個北部的朋友剛好下來高雄工作 他本身也是有在拍攝影片 然後主要是會唱歌啊跳舞 然後因為剛好下來想說可以邀約一起來合作拍攝的影片 帶他去吃一些我自己覺得高雄不錯的東西 因為其實高雄對我來說是一個很舒適的一個城市 住起來的節奏步調呢都是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說我也想要去跟大家分享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在鏡頭前長怎樣 就... 不是喔,是說你現在這樣子看你覺得 這個畫面你覺得 怎麼了? 你不是在考試嗎? 不是啦! 我說你覺得好看嗎? 拍起來你覺得好看嗎? 感覺比較細 你可以幫我拍一些那個... 你開車然後覺得自己很帥的畫面嗎? 窗外的景色啊然後一些什麼 好,我盡量好 對 我對這一方面實在很不舒服 但是是按哪一顆? 我已經按了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是在訂房網這樣訂的 他通常都給邊間? 我之前不會喔 北部有那個嗎? 麵糊蛋餅嗎?應該是很少吧 開始據點你了 那你有吃過嗎? 應該是有啦 我吃的蛋餅應該也是挺多的 手是不是很酸對不對? 對啊,我也... 很痛苦 我的手要廢了 確定不用認定嗎? 跟大家介紹一下你自己啊 可以啊 這燈光不太行 哈囉大家好,我是雨山 我有參加過DD52的選秀 跟森林之王3 但是呢我第一集就被刷掉了 所以大家應該沒什麼印象 還要講什麼? 我介紹完我自己 成功 這個一定要是在試鏡帶是不是? 沒有 身高號稱160公分 但內心個人認為我是172 那體重的話就不變透露 因為那個變動有點大 然後是座耶 雙魚座 雙魚座 不是雙魚座 但我不像雙魚座 平常的工作 讀書以外呢 我就是也有自己的頻道 來,上在這邊喔 直接 強迫我們要幫你當 放那一張在這邊 海區在這邊 那頻道在這邊 7月23日呢 我要發行我的個人單曲了 希望大家能夠去聽一下 會在各大平台 Apple Music Spotify 跟KKBOX 一首歌 幾首歌 幾首歌 對啊 單曲就一首 不好意思 沒有那個能力啦 因為自己創作嘛 剛開始而已 內容大概就是追逐夢想 然後受挫折 但 還是要努力的那種感覺 當下寫的時候覺得 哇我寫得好好 好勵志喔 可是後來再聽就覺得 嗯? 就寫完你抒發完了 就會沒有那麼 會脫離那個情緒了 所以我覺得寫歌蠻不錯的 也是抒發的 欸那個蛋餅沒有開喔 真的假的 我會蠻開心 他們喜歡我跟他們分享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把他們當朋友 很多一些吃的啊 幹嘛的我都會去 想要跟他們分享 欸我跟你講你運氣超好 怎樣 蛋餅沒開就算了 連乾麵都沒開 哇賽 還是你就來北部 然後我們再拍一集 我帶你出去玩 啊一定都會有開 開經過大順路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肯德基我了 心裡萌生一種想法 我就問他 我們可不可以吃炸雞這樣 而且他不是馬上反應 他思考了很久 才問我這句話 我想說他到底在想什麼 為什麼要想那麼久 超怪的節奏超級奇怪 對 有點奇葩 都已經印好單子了 然後肯德基說他們 那個電腦機器出問題 還好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結帳 我覺得你那個眼神比試 我就說今天要不是跟你出來 我會這麼衰嗎 沒有啊 就乾麵沒開啊 蛋餅也沒開啊 然後肯德基電腦壞掉 今天開的這算是屬於比較NG型 你剛剛不是也沒耐心了嗎 你說也就再把你也刺喔 所以我剛剛這樣可以對不對 我覺得 其實不太行 但你也不知道怎麼教 這只有一句話 叫做 恰逢起死 觸不及訪 呼呼其然 比個讚我看一下 專業的 OK 可以 可以 可以吧 可以啊 一個是你的一個是我 三次NG 所以 於是最後我決定 就回來到我們家裡拍就好 可是做了拍攝 讓你覺得不專業 節奏不是本來就想像這樣 我以為你要說我的頻道本來就不專業 沒有啊 不會啦 你的照片都只會不好看 我之前也是單吃它的炸雞 它做成漢堡也不錯吃耶 看你現在會唱一句嗎 每個難入眠的夜 承載著希望那間 那不能滑落的淚水 好 OK 先曝光一小段 很少遇到這樣子的人 就是理性的分析每一件事情 然後理性的去講每一件事情 你知道剛剛在拍照的時候 他在那邊一直調那個相機 我說怎麼了 像你現在在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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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了達一個在工作的感覺 是說我很有趣 那我現在就來訪問你 那有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 因為我覺得我是 可能經歷太多事情 所以我看到很多東西啊 對人事物 我都有時候會抱持一種比較冷漠 然後就是觀察者 對他是 當我身邊有一個 他是屬於比較活潑一點的人的時候 他會去衝擊到我的那些 曾經有 但是慢慢不見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覺得 欸你蠻有趣的 還有喔一定還有 講一些不好的 嗯 你說你有缺點嗎 對 你的情緒會在臉上 就像剛剛在肯德心那邊 我就會感覺到 欸你可能不太想到 我覺得他的節奏很神奇 雖然眼睛也是奇怪 你的眼睛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被看透 可是其實他根本沒在想錯 看你的影片會覺得 你應該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 反正就是很神奇 這一定要當下來體驗才會知道 我覺得你不會有壞朋友欸 你太會塞人了 因為我也在看你要幹嘛 你也在看我要幹嘛 嗯 你有注意到這件事嗎 沒有啊 你沒注意到 你都會把事情講得太輕鬆 可是其實這些東西 他講出來那句話 後面是有很多故事 小時候不說 求學的過程當中不說 因為那個時候 你還不知道什麼是人生 也沒有什麼未來 但是 從七八年前我爸中風之後 你剛剛那句話 其實很有深度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覺得我的人生 就 不再是為自己 等一下 他快哭了 我冷靜一下 抱歉欸 我說抱歉欸 觸動到那個 不可能巴掌來得如此的快嗎 謝謝 謝謝 我跟廣告去 我回來了 我沒有想法 我會在內补 她根本營 我會離開 那邊 我從她知道 我不會 我怕她 我從她沒有ACH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